向上近几年的势头发展炫猛,慢慢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,目前向上界最有名气的非郭德纲莫属,他对向上的发展,也是功不可没的。 郭德纲不仅仅让观众重新喜欢上向上,他也在不断地为向上界带领新人,其中被大家所熟知的有陶云金,月云恒,孙月,张云磊,他的这几位徒弟在向上界也是少有名气。 各个能输会到,不过他的徒弟张云磊近日被新京报点名批评,意思就是说,他的相声演出,就像偶像演唱会,没有一点传统相声的影子,颠覆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。 但是,张云磊也就是今年才活起来的,他凭借大军朗的外表,特色的反应吸引了大批的女粉丝。 新京报提评过张云磊后,引起大批网友对新京报的谩骂,对此各位网友怎么看呢? 欢迎评论加关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讲完 年语 讲完